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奇的继子 李扎阿兹 昨天接到反弹会的传召令 正对一码发展公司案件协助调查 当局原定在下午两点进行问话 但是李扎提前现身 在中午一点三十分 就抵达布城反弹会总部 身穿黄色衬衫和黑色外套的他 一下车就直接走进大厅 没有任何回应 李扎是红颜电影公司的拥有人 而有关公司涉嫌挪用一码公司的资金 拍摄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之狼》 因此李扎才会被传召协助调查 新任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昨天进行长达九个小时的路供之后 今天再次回到反弹会 继续第二天的问话 和昨天一样 阿莫扎西早上十点准时现身 并对媒体有求必应 大方留步让记者拍照 据了解 当局除了针对挪用基金会资金 偿还八十万令吉卡债的案件进行录贡 同时也调查另一宗涉及二十六亿令吉的 沙地阿拉伯捐款案 早在2015年 阿莫扎西声称 见过二十六亿令吉捐款的捐线代表 因此反弹会要求扎西 为此作出解释 除了阿莫扎西和李扎 前联邦土地发展局主席沙里尔也意外现身反弹会 这在阿莫扎西抵达之前 沙里尔在早上九点四十分独自一人出现 而他受访时透露 今天是为了承认收取款项案件到反弹会录贡 但是没有多做进一步的解释 媒体相信 今天的调查也和一马公司案有关 根据报道 沙里尔曾经在2015年 承认收取过那级的资金 这笔款项相信是来自一马公司的 一百万令吉 目前三人还在录贡 反弹会也没有对外透露任何进展 NTP7综合报道